自从2004年以来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民众 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上 发表三退声明 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 共青团少先队组织 如今在天灭中共的红势引领下 全世界全面清理 共产邪恶主义毒素的洪流中 各国纷纷联手 反击 追责 围剿 解体中共的大潮中 人们对于共产邪恶主义 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这些声明是生命重新觉醒 重新获得新生后最真实的声音 退党声明精选 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现在高校又把中共国末代皇帝 习近平的所谓思想 列为必修课 强制洗脑荼毒年轻人 真的很让人愤怒 习近平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半文盲 一讲话就念错字 一被记者提问就翻小本本 简直让人笑召大牙 这种货色还恬不知耻地 显摆自己有文化 把自己包装成无所不能的全才 还把自己的垃圾党文化 所谓席选弄成古籍现装书出版 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这个中共党魁 把中国经济民生搞得一团糟 老百姓都快吃不上饭了 他还到处给那些垃圾国家大撒币 他现在给人民安上一个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欲加之罪 殊不知他比谁都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真硬了刀狼唱的 那马虎不知道他是一只驴 那幼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 勾兰从来半高雅 自古公共好威名 从习近平个人就能够看出 中共邪党有多么虚伪和无耻 这个颠倒黑白的中共必须毁灭 声名人魏金贵 2023年9月14日郑州 退团队 这两天又有一大堆中共国民众 在纪念毛泽东这个魔王的死去 殊不知今天中国的种种乱象 都是他和邪党种下的恶果 我曾经问我外公毛泽东时代怎么样 他说那三年啊 只六十年代大饥荒 鸭蛋卯鸭蛋 牡利卯牡利 差一点就饿死了 毛泽东和中共就是这样嘴上挂着人民 实则是人民的生命如草芥 之后的党魁更是一以贯之的愚弄民众 一直到习近平这个怪胎出现 如今的中共国 复刻了毛时代的民不聊生 被全世界围堵 只能和几个同样臭味相投的独裁国家打交道 在灭亡的道路上加速狂奔 我退出共青团少先队组织 与恶魔一刀两断 准备迎接新生 生命人杨涛 2023年9月11日 广东惠州